首先这个排名是民间以三国通俗演义为基础排出的 首先最早流传的版本是这样的 一缕二马三点围 四关五照六张飞 黄许孙泰两下侯 二张徐旁 甘州魏 江神张秀和文言 遂用无奈命太碑 三国二十四名将 打莫邓爱和江维 没错 你看到的赵云是排在了第五位 那为何赵云在当今流传中排到了第二位 这与我们的毛主席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毛主席是非常喜欢看三国的 同时又非常喜欢三国中的赵云 在1944年曾经发表过一篇社论中 将新四军比作四老爷 这位四老爷就是指的赵云 直到建国后的1958年 毛主席在会见郑定县委书记杨德奎时说 郑定是个好地方 那里出了个赵子龙 民间都说是一缕二马三点围 我看应该是一缕二赵 马超这个人不简单 文武双全 但是在三国演义里 他是比不上赵子龙的 说完还亲笔题词 郑定是个好地方 那里出了个赵子龙 于是乎一缕二赵三点围的谬误说法 就流传了下来 而后根据毛主席的说法 把马超和赵云换了一个位置 更加谬误的四官五马六张飞也就诞生了 所以其实在民间最早的时候 赵云并非第二位 后面再加几个提示 再说马超为何会在民间排在第二 民间一直有这样的说法 前表吕布 后表马超 吕布与马超在民间一直被认为是非将与天将 金吕布引马超的称谓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说过 至于排名第三的点围 他作为曹操的贴身保镖 在战场上的表现确实令人折服 无论是他与吕布军在濮阳一战中的致己退敌 还是在晚城孤身挡住寨门 让曹操逃走 都是他无勇的表现 这一点与其他将领带兵冲杀有所不同 点围通常面对的不是一员武将 而是无数的士兵 正所谓双拳不敌四首 而点围在演艺中经常表现为双拳力敌数十之首 名列第三十至名归